彭宫上任 刚到三河县 就遇上了这么一桩大案 这案子感情已经都处理完了 他又翻了案了 人家又到彭宫跟前来靠 把这案由前后这么一说 彭宫非常之吃惊 这么自己看过不少的书 学问不低 但是这样的案子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当他问过师爷之后 原来是这么回事 再来明渊的 年纪大一点的这个人 此人姓韩明成 那个呢 那个姓张 叫张福 他们不是一个村的 但是是儿女亲家 大人想了想这样 你家住在哪啊 韩城老汗这才说 我就住在韩家牌坟 那好 我要亲自 到你那儿去看看 你不是自己来明渊吗 不是已经 把这个尸首都掩埋了吗 重新 得把它起出来 开关二次检验 开关二次检验 我要亲自去看看 因为这个案子太古怪了 就把这底岸全拿出来 就把这底岸全拿出来 盘工随手翻一翻看看 这天晚上 可以说 这教徒没睡好 第二天 坐着大叫 带着衙门里头的 所有的人等 就问这韩家牌坟 这下可就在三河这一带 团阳开了 说怎么着 新来了一个县令 是办事认真 而且呢 真心实意在里岸 只要你告了 他就还真准 准了不算 还要亲自来看看 这事可太吸引了 大家觉得 这个案子 没法审 也没法断 怎么回事呢 那韩城老汉哪 就在韩家牌坟这一带呀 那都早就出了名了 出什么名了 老时候的 老夫妻俩 就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小名叫权儿 这个小韩权从小啊 也挺本分 也挺规矩 这孩子 是公众 厨袍吧 装着活吧 样样的 是东袍 是家里就一个好榜子 那就有一样 快三十岁了 还没有成亲 为这事儿 老夫妻都特别着急 他有一个朋友 这人姓张 叫张福 住在张家小村 离他们这口 相隔十五里路 这人以卖豆腐为生 还经常啊 到这个韩家来 拖些豆子走 由于这个 经营不当 这买买做赔了 欠了人家 韩老汉的 十多袋豆子钱 也不好意思再来了 这样呢 这个韩老汉一想 这何必啊 你张叔有好长时间 也没来了这样吧 明天呢 你早点吃饭 这时候也没什么活 正是农贤 你呢活上一旦豆子 咱那驴备好了 你去给送去 到那不许提别的 钱的事甭说 这么多年老朋友了 虽然不是一个村的 谁都知道谁 这算什么呀 好 第二天一走韩泉 拉着这豆子 就到了张春 到了这个张春之后 来到张福家的门首 帮帮帮他们一敲门 里边没动静 等着吧 等了会儿 又敲了敲门 还没动静 怎么回事 看全有点着急 第三次啊 他就要喊叫了 又拍了这么两掌 刚拍了两下 咯咯的一下 门前官一响 直牛牛牛门开 韩泉这吓了一跳 怎么了 指尖在面前呢 站着一大姑娘 哎呦 这可真的称得起是如花似玉大姑娘 这谁呀 在姑娘很大方 他瞅了瞅 韩泉 微微一笑 哎呦 原来是大哥呀 大哥 你不认识我了 啊 哎呦 想起来了 这不是张小玉小妹吗 正是我呀 嗨 小时候还在一块玩过的 你看看 这才几年的 有个七八年没见了 感觉突击的这样了 哎 我叔叔神神都在家吗 他们没在家 快请进来吧 就把韩泉给让进了 让到屋里之后 给汽水 没茶叶 喝点炒米水得了 马上这就巨盛围裙 干嘛 要张了 给做饭 完全摆了摆手 这是个老是八家的庄地人 人家父母都没在家 这么大的大姑娘 在这个讨扰连吃 在喝 这不合适 这个我是啊 从我家老人之命 来给送豆子来了 另外呢 我叔叔也有些日子没去了 让他拿该去还去啊 缺什么少 什么到哪就去拿 这没事 咱们俩家还什么说的呢 做完了帮着把豆子给卸起来之后 这水也没喝一口 饭也没吃 不是牵去捋了就走 这姑娘赶快 怎么来拦不住 一直给送到大门外 送出老远 快请回 快请回 姑娘倒是挺客气 很随便 也挺热情 结果 把这韩全给倒的呀 很不得劲 把面红耳赤 一个就是不好意思 走出好几里地来了 这劲儿还没过来的 哎呀 你这事呢 怎么 你看我一男子汉啊 你这是虽然说是在村子里边长大的 你看人家那姑娘不是村子里长大的 人家怎么那么开通 又会说话 你看 长得也好 回家来之后 把驴也安顿了一下 然后 再回复一声 哎 你不豆子送去了没有 哎 我送去了 爹娘 您放心吧 哎呦 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他就把他经过这么一说 说张家老叔父都没在家 哎 只是姑娘在家 哎呀 这姑娘可了不得呀 我不当是谁呢 赶紧还在小时候一块 反而我记得书这两个小抓 就穿着这么一件破红袄 你看现在出息成这样了 太好看了 长得也好看 还会说话 如何长转 就说自己也不行 这姑娘很了不得 所以说不是一个村长大的吧 可也算大小啊 人家还有个女孩子 也没念个桌子书 人家出息的这样了 您看我 给一笔啊 还差远了 得了 我呀 干活去吧 他全也没太注意 就在自己爹妈跟前 有什么话不得说呀 怎么想就这么说呗 他说完走了 老两口子可发了和气了 我说怎么回事这是 让他送长痘子 回来干嘛 一就夸人张家这姑娘 哦 这甭问的 人大心大 这跟咱们要媳妇 那这怎么办 老头一听这有什么不好办的 怎么找个媒婆过去 跟说和说和呗 咱俩家一块多年了 谁都知道谁 这有什么不行的 对 我俩前找了个媒婆过去 提亲戚了 倒真痛快 到那一提 蛮够答应 他这么求之不得呀 小韩全部看着长大的 老二八交啊 小夫妻肯定 来 那就这么的嘛 这就算成了 成了就开始放小镜 放小镜干嘛 那时候好 要定个婚礼麻烦了 怎么这批八字 来这算卦算命 然后这回都放小镜 放大镜 这这这这定亲的日子 然后取亲的日子 谁来啰嗦呢 从韩家来讲 那时候算的 算是小康之家吧 在村子里也算手条的 人家要房子有房子 要地有地 还一想打了铺啊 这是趁点钱 所以得折腾折腾 知道呢 张家那边啊 困难点 没关系 给拿过去50两银子 给垫吧 垫吧 该咋的姑娘 你就咋的 咱们没得说 而你亲戚这什么客说的 就这么着 这说好了之后 这就这个 张的小村那儿就搭棚 聘闺女 被韩家排库这也搭棚 就娶媳妇 这就给娶回来了 你看多痛快啊 这个过三天分大小 然后呢 这个一晃一个月 这就得住对月了 住对月啊 回家娘家去 新媳妇回娘家住一个月 再接回来 住对月 这谁去送去呢 当然那新姑爷去送去啊 本领又备好了 都可以准备齐了 你反正这么说吧 自从节期以来 这个 这个 这个韩家排库这儿啊 所有的 这乡里乡亲 没有一个不乐的 没有一个替韩家不高兴的 特高兴 这这个韩家老是芭蕉 这个孩子呢 真有福气 哪是娶媳妇 就娶了个天仙来 这还了得吗 而且这媳妇还多能干 靠那茧子 地子 铲子 你说什么吧 什么都拿得起来放得下 所有装的活 还全都能干 你想人家那么干活不是吗 剃本嫩肉的 还长得那么漂亮 咱也不知道 这怎么回事 那个韩家的老夫妻二位呢 饿得简直的 手都拍不得一块去了 可能没往一块拍 就这么回事 特高兴 只有这韩家 一天到晚是愁眉苦脸 他就像啊 悲胜什么债务了似的 一脑门子官司 不娶媳妇的时候啊 一天跟这小朋友 在一块说说笑笑 打着闹闹 扛着铸头下去干锣 精神倍增 娶了媳妇以后啊 话也少了 也不跟小朋友一块连连了 而且呢 也没笑模样的 这下把老夫妻给气坏 韩家老夫妻一看 这小子什么忙都没有 纯属 烧的 准这么回事 那行 我可告诉你 今儿得送你媳妇回去住队里 一磕这磕我高和姓姓 磕了击击 尤其见越富越猛 你乐了喝 如果你这模样 你趁早 别去 当然了 不去不行 不去谁去啊 别人送了送不了 知道不知道 你到那里 也不客气 要不 没有笑模样 回了我 饶不了你 五福利器 韩全呢 点了点头 冲着爹妈笑了笑 不笑还好 这一笑啊 老太太下 差点也看上调下来 怎么真笑 比枯渡能看 那他他他走 走吧 哪些礼物 那就甭说了 就上个路 上路之后 十几多里地 哎 这个新媳妇 其着驴 有脚力 汉拳呢 跟着跑 紧走点慢走点 一个来十尘 走这十多里地啊 就走地去就不这么快 我不能走 就到了这个岳父家 人家岳父家到 就知道了 姑奶奶回门了 那不得 请了 心情有有 这齐骨把你都请来了 还找了位大师傅 做了好多的菜 照着照着新姑爷 姑娘回来 这得住个个八月 但是你不能定 怎么 再由人家这个姑爷给定 住多长时间 人家说 我家说了算 你看看 怎么说 那时候说差一层呢 这这这这这什么男尊女杯 反正是差点 得听人家的 这个喝着酒的时候 这就问了 姑爷说句话 得住多日子呀 才合适 韩全啊 滴着脑袋喝了几杯酒 在家什么模样 到这还什么模样 现在一听说 岳父岳母问了 这新娘子在家住多日子 他看了看 这新娘子正在外屋那忙 喝呢 在炒菜 哎 住多日子呀 这么着吧 就住一天 哎就今儿一天 明天 就让他回家 回家还得我说到 什么说到呢 太阳平息 他必须到家 如果太阳一落 他再进我家门 我就 我就休了他了 再见吧 二位 嘿好 说完了 把酒杯这么一推 站起来之后 拾了个礼 到外边 拉过驴上驴 他走了 还有这下可了不得 怎么 这小张就炸了锅了 你这有好多亲友呢 有的听见这番话呢 有的还没听见 全闹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新姑爷怎么回事 喝喝就这么走了 这么暗淡是怎么的 没有啊 远就高盈了 就差就放鞭上炮了 我说这还要怎么着 难道还加到婚姻 那这怎么走了呢 这个 这张这老夫妻就把 姑娘爷这番话 学了这么一遍 哎呦 有的白酒杯水 有的白酒骨砸了 有的饭也不吃了 还有的破口大罢 找几个亲戚 怎么 找的这个韩级排放 把这个韩级 把这家给敲了 打着就对对 跟他闹上当他 让他知道 咱们张这儿有人 这干什么呀 这是 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这岂有此理啊 这么着姑娘回门 住对月 起码得住一个月 有的还住四十天 五十天 那都不一定 得人家住够了 这才回去 这街回去 哪有说一天的 而且太阳平息 必须得到婆家门 如果要不到的话 就立刻给修回来 这西游次理 干脆跟他算了吧 那些打发斗 打发斗那就是离婚了 让人什么的周游 老张福这么一瞧 别让 诸位诸位 哎呀 我的好亲友啊 既然赏脸刺光 到我家来了 就不要再说这个了 这不是火神浇油吗 怎么您还能吃啊 就在这吃点 喝在这喝点 不就就回各家的了 我们自己啊 想想办法 什么办法可想啊 现在好新媳妇也哭了 妈妈也掉眼泪 闺女哭 妈能不哭吗 母女恋心呢 这下坏了 把这女儿怎么给 推着火坑了去了 怎么遇生这么个丈夫 这太头朝礼了 这信头拍子 这人是 怎么这么办事啊 啊 没听说 给一天 哭有什么用啊 老张 不就算了 怎么办 说父亲的这话不当说出门的女儿 拨出的嘴儿 这这这这再收一收不回来 你说说不明白 他说人家还是这个 不唱不随啊 那这就人家罕见的人了啊 人家这白头偕老 你说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 这算了算了 我呀 给送回去 第二天收拾收拾 把女儿亲子给送了 走到半路上 抢一片大树林子 新媳妇到树林子 放在房子 来老头拉驴 在道边这等 这一去呀 说木下中假 一半钟头 把老头吓坏了 以为女儿 学了短天了 出什么意外了 这不好进林子里去找 正着急呢 那女儿咋里不出来 啊 爹爹您等急了吧 没没没 正好正好 快快快 他招什么急 就把太阳落山 快 一落山人不要了 咱快走吧 就算是赶回来 回来之后 做才做饭 照着照天庆去呀 得这样 哎 这欣喜和盗产烧火做饭 这烧火呀 可了不得 怎么这火钢铁 咱们喀嚷嚷的这么一下 有哪个杖场里头 村出一条大长头的 怪这夫妻俩下来 普通一家全坐在地上 就在这时候有打的方法 叨起一只团了 只团里包的块石头 汉泉捡起来打开这么一看 念过二年私书 这字都认识 上面写着几行字 写了什么呀 我乃江湖一舍仙 堵灾避难到此间 无缘无故火烧 我是报仇就在 三更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